哈囉大家好我是Ru-chan 今天呢我們兩個人要去花火大會 但是呢花火大會是晚上 所以早上我跟文當就先來看 我們一直常常看的電影 天氣之子 然後我們差不多中午的時候 會去美容室穿浴衣 然後喜歡幫我們弄頭髮 Ru-chan今天很像那個椅子 啊對 文當都說我很像那個臘腸狗 我們今天要看的就是 新海城的新電影天氣之子 因為文當前一天有先在網路上面訂票 所以我們兩個就不用排隊買票 耶 耶 跟大家說真的太感動了 我整個哭到爆耶 我真的推薦給大家 如果台灣有播的話你們一定要看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美容室穿浴衣 那除了說我們這些浴衣之外呢 裡面應該好像在有一些綁的繩子什麼的 可是我們沒有繩子 所以要來唐吉克的買 就是這個袋子 男生跟女生長得比較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要去的就是這一家 那這一家呢是完全預約制的 給大家看這是我的浴衣超可愛 是檸檬的 我看到一個網美穿覺得很漂亮就訂了 因為這是一家美容室 我本來想說穿浴衣的話 應該不會有什麼這種髮飾可以 結果他們這邊超多髮飾可以讓你買的 而且剛才那家店家聽到我是Youtuber 我要拍影片他就很 平衡的說他要送我一個花的東西 讓我可以幫他們店裡宣傳 日本的店家都會準備一個這種籃子 讓我們放行李 他們會鋪這種墊子 讓我們在上面換浴衣 不只是這種美容師啊 你們一般會借浴衣也是 就不要穿像我這種 一定要整個這樣拉起來脫的衣服 因為他們通常會先幫你弄頭髮 所以呢最好是穿襯衫那種容易脫掉 一直讓他們方便幫你換浴衣 不是髮型的啊 髮型的啊 髮型的啊 現在他們要幫我弄頭髮 然後文當現在在那邊穿他的浴衣 跟他說剛才美容師問我們幾歲 然後文當說喔他已經26歲 美容師說看不出來欸 然後文當就說喔其實我比他大一歲 文當就很喜歡被別人說 他看起來比我還要年輕 所以他故意把自己放在後面講 我們文當現在已經換完浴衣了 還好啦還好 我再看見這金色的 他說因為我這個都是黃色的 用這個比較適合 那現在我轉一圈給大家看我們頭髮 這就是我們兩個換完浴衣的樣子 文當穿這樣很好看啦 而且其實本來因為文當比較瘦啊 他穿這種浴衣都會比較麻煩 然後他們就很貼心的幫文當準備一些袋子 幫他束緊來 這樣子的話東西就不會掉 這就是男人結束 他們全部的人都在拍 大家都在拍文當 這就是一個常常補禪 黃雀在火的概念 他拍他 我拍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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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忍 我忘記 我忘記要付錢 謝謝 因為今天是花火大會 就有很多站員在發扇子 或是發床桿之類的東西 文當看你從站員那裡拿一隻扇子 他現在可以採用這個扇子扇 乾杯 採用人 你是不是選你啊 去こっち 我們到台右車站的人超多 我跟文當想說先去那裡的超市先買飲料 不然它裡面賣的飲料應該會很貴 文當剛才背那個包包的動作好帥喔 好帥喔 你喝什麼 我看一下 上看 看一下 我們兩個現在想說要不要乾脆買這種大米 然後兩個一起喝 然後兩個一起喝 走囉 去看煙火喔 這路口出了鳥居上面還有這個掛布寫花火蛋會會想入口 超有FU的 走 超級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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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現在看 它完全就有魚的形狀 我看我看 文當的臉是最焦的 好酷喔 完全看出魚的形狀欸 文當吃 好吃耶 柔軟 這個魚超嫩的耶 好好吃喔 骨子吃了 好吃到魚吃了 好吃到魚吃了 我現在超做這種小飯飯 超有日本的少女漫畫的感覺 剛才我們看有在賣剉冰 文當說在日本剉冰最好賣了 因為 只要弄冰果醬淋上去就好了 一般咖啓骨子也不太好看 天啊 這個煎蛋捲看起來超好吃 那是羊羹 那好像是羊羹 那是羊羹 好丟臉 好丟臉 我們現在排的是文當超愛吃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 廣島特產 文當要幫我點 好像是第一次買的 這裡還有寺廟 我跟文當想說之後要在沒有煙火大會的時候 再來這裡逛一次 因為這裡的氛圍就是那種日本傳統的江戶時代感 好像被大家稱為是東京的穿越吧 文當都還沒開始看煙火 就在那邊喝我們兩個共同的飲料 我好怕被它喝光喔 在日本買這種小飯飯就是一定要買炒麵 那邊的炒麵整個多到滿出來了 好可怕啊 我們文當真的是很偉大 因為我們買而吃的東西都是他在拿 剛才我們走到這裡的時候那邊有指示牌子說 在上面那邊是要付錢的位置 可能可以看到比較漂亮的煙火 那我們現在走的是不用付錢的 真的嗎? 在這種很盛大的煙火大會就會有很多警察出來管秩序 大家都已經先站好位置了 天啊日本這種活動超盛大 這個場真的超大的給大家看 你們看多大好廣喔 這邊也全部都是 我們文當走在草上好漂亮喔 文當說他這裡有一棵樹會擋住整個視線 所以這裡不好 所以這裡不好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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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文當這次還帶了毛巾 本來想說是用來可能下雨要擦 然後現在就可以拿來鋪在下面 我們兩個跟別人那種比起來真的好窮 就算了 兩根做一條毛巾 忘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我們買的東西 第一道攤販炒麵 喔 怎麼了? 櫻花蝦 它裡面還有加櫻花蝦欸 這種屋台的炒麵最好吃了 哇 美味 我們當一次吃一口就吃好多喔 好吃 好吃啊? 好吃 吃就吃 小心 現在是文當拿相機 開動 來吧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500元 超高的但好吃耶 超高的但好吃耶 真的嗎? 真的嗎? 大家看得到嗎? 那邊現在是放行的 因為剛才有一點下雨 我們就有點緊張 怕看不到了 因為我們坐在這個草地上 腳被炒刺得好癢喔 是好吃嗎? 喔 非常好吃 我不能說英語 可以嗎? 我可以 但是你現在講英語了嗎? 沒有 牛頭不對馬嘴 我跟文當都不喜歡吃這個生薑 所以再把它挑掉 接下來是我點的沒有人氣的雞塊 普通的雞蛋糕 是 很多肉混在一起 這是真的鶏肉 真的嗎? 真的嗎? 穿這個木雞腳會痛 所以我們又另外帶了這個腳好拖起來穿 看別人下面那個布很大塊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這個小小的毛巾 兩個人擠得要命 距離的距離也好 可以 有種類的名字 好吃喔? 好吃 留著 請給我一點點 真的嗎? 好吃嗎? 裡面就像這樣子 魚漿啊 然後一個東西混在裡面 反正吃起來甜甜的 跟大家說剛才發生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剛才去那邊上廁所之後 我整個人大迷路 在這裡一個人晃了30分鐘 都找不到文當 然後我又沒帶手機 然後後來真的沒辦法 我又請路人 幫我打電話到我的手機面 因為我沒帶手機 可是我不記得文當的電話 結果文當在那邊打手遊 完全不接我的電話欸 真的氣死我了 然後我剛才在那邊一直晃一度晃一度晃 晃到有日本人覺得說 欸我怎麼晃這麼久 他們好像記得文當在這裡 然後就帶我來找文當 結果我那時候就有點快哭了 因為我晃太久 太無助了 這故事告訴我們手機一定要一直帶在身上 第一件事情是剛才坐我們後面的日本人 他說我們用這個小毛巾太可憐了 然後他這個布很大讓我們做一半 真的是很感謝 然後文當是為了要補償我 他去買飲料給我們喝 文當的畫面好帥喔 我們就把我們買的餅乾 跟給我們店子的日本人一起吃 就是他 他好可愛喔 你的名字是Ayaka Ayaka Ayaka 我最愛的 他最愛的餅乾 我最愛的餅乾 Lu-chan的涙水渣得很悲氣 我最愛的餅乾 你自己的搭配 我最愛的餅乾 你自己的搭配 你自己的搭配 什麼 因為現在訊號太差 文當是要把手機取到天上 讓訊號可以連上 快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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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開始 是 哦 奇勒 文當用手機拍得比較漂亮 哇 特感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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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倒 倒 倒 還要撕掉 倒 漂亮 我們現在要先走 因為等一下車站人會太多 因為衣衣很容易亂掉 所以日本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把你的衣衣穿好 喔 綺麗喔 對 這裡很綺麗 對 這裡很綺麗 對 這裡很綺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是爆炸 撕掉了嗎 撕掉了 很好 我們現在要回車站 人超多的 吃得好 走 吃得好 吃得好 assignment 快點 別了 Franken